嘉义昨天遭到大雷雨狂炸 在嘉义县永清二号桥 淹水有一层楼的高度 有多台车辆被灭顶 也有多人受困 而嘉义市消防局出动救生艇 还有潜水人员来支援 救援了32人脱困 但上午传来了最新消息 是有两个人没有及时从车内逃出 被发现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意外消息